亲爱的,你指一声 这个人现在就是叫也叫无垠 老三被疼了,这只能够疼 差不多从昨天晚上开始 前面的已经踏踏上起不来了 连去个卫生间都没办法 他是全身动,头也动 吃些东西也吃不了 老妈也是昨天开始 基本上就是半老之后就已经下来了 吃的啥的都是我们给他弄上去的 比如说大哥送他来说谁送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感觉可能我就是鼻子一样 今天一起床 感觉整个人开始发抖了一样 我中午聊了一下 差不多也到了38点几 快39了 头现在就是昏的,昏昏沉沉的 刚才有个人给我打电话 我再算一个账目 连几十,讲几十 我都已经算不清楚了 脑袋昏沉花花的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今天 开始痒了 没办法 现在我女儿 昨天的话 反正就是基本上给我们 给阿清她是一起睡的 她一个人的话我们也不放心 阿清一起睡 她现在测她的温度 就是三十七点多 也没上去 反正吃东西还是这样吃 就是喉咙未动 走 带你们看一下阿清现在是什么正常 现在我也没办法煮饭 也烧起来了 那个阿清也没办法煮饭 小孩子就随便给他们弄了点吃的 妹妹,等下多喝水啊 中午的时候 上午下午也是烧到差不多 快三十九 一直降不下来温度 但是呢 她还一直想着吃 就各种吃 还能吃得下去 没办法就给她拿到床头 拿到床铺这边来吃 她起不来呀 起来都起不来 现在已经 反正就是吃了 嘴巴还记着吃 天啊 晚上吃啥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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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没有 这个人 已经是无精打采了 没有一点力气了 嗯 现在温度不知道怎么样 有没有舒服一点啊 嗯 这个人现在就是 叫也叫不应 嘴巴痛 身上也痛 碰下都痛 吃东西还要扶着起来 身上也会痛 反正就是 现在就是不知道她这咋回来 就是很会吃 各种吃 能吃一样好 哎呀 不知道是还要几天 太难受了 看着她那个样子 我真的 我心里很难受 我都没有她那个症状 我就是烧得迷迷糊糊的一点 其他倒没有别的感觉 没有力气 身上不会痛 我会干嘛的 他这个就是全身痛 嘴巴痛 妈 嗯 你在那啥家了 好多嘞 你感觉了还是难受我 不难受了 不难受了 嗯 开始早上的时候 老妈也烧到 38多多 后来我拿油下来 让大哥给老妈吃上去了 可能 现在就是我们家 现在分工明确 大哥照顾老妈 我照顾下面的一家子 不然没办法 那么过来 今天我也 我也完了 我也烧了 大哥 嗯 老妈就交给你了哈 嗯 看好老妈 必须的 嗯 只要不烧就行 啊 只要不烧就行 现在温度降下来了 现在多少度 现在是37的9 哦 那还好 只要不上到 不上到那个啥 38点多上去就行了 对 固定的37度多还好一点 哎呀 反正要好几天呢 这几天 这几天可能有点不舒服 难受 大家一定要挺住 看到了吗 嗯 多喝水哈 给你大哥给你煮那个姜茶 你喝完了没有 喝完了 不行晚上再煮一点 嗯 再煮一点 那个喝完蛮舒服的 我今天早上喝完之后 我浑身冒汗了一会儿 头脑也不晕了 我今天我跟你讲 我脑子下午 已经晕到什么程度啊 几十块钱的账 我算不清楚了 嗯 几十块钱的账 我算不清楚了 我弄个四十几 减三十几 我都减不明白 你看 这真的会脑袋 乱七八糟的 晕掉 水一条多喝 好吗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是半夜 还是什么时候 有啥事 赶紧打电话 啊 听到没有 但是连药也不能乱吃啊 听到没有 我都给我哥有焦点 哪种药吃哪个哈 嗯 哎呀 现在反正就是这样子 晚上你吃啥 我点洗饭喝 那个米汤 想吃西饭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哥主意 我也没办法弄了 我也烧起来了 我没办法弄 让大哥煮一下 你哪痛呗 我头痛 头痛腰酸 头痛腰酸 我前后跟你说 我说我打腰痛被 腰痠被疼 我也是 嗯 没办法 我腰痠 我要挺多 阿清现在浑身 阿清那是 浑身痛 嘴巴也痛 他是浑身痛 碰都碰不得现在 他还很能吃 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看好老妈 好 嗯 嗯 那行吧 做八个 下去给老妈弄点西饭吃 嗯 好 我先做一点 西饭煮完 他怎样 你哪还痛不痛 他痴 我 久不见今儿不痛的 一夜回到几下 他手指头 他手指头 他都痛 现在还痛不痛啊 不痛 现在不痛就好 反正你有啥事 就跟我们讲 打电话说我号 嗯 听见没有 好 不行我们就去医院 但是去医院也没用 现在到处都排队了 根本没办法 反正在家里能控制得好就行了 好 嗯 请你给你买了以上 讲到的 你试一下吧 不准了再给他换完 啊 你看试一下 不准了 套起来干啥劲 看大还是小呢 你套起来 站过来说 何止的大小 中 中啊 中了都中 都传在一起了吧 暖和里头夹着弄 嗯 这个病里 翻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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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这样 所以说要照顾我身体 嗯 大哥熬了点粥 那个 给老妈给弄点馒头 老妈 馒头可以吃 不然光喝粥也不行 晚上会饿 大哥也吃 刚才清清说他也想吃 我就多挣了几个 大家一人啃一个馒头到晚上 哎呀 难道我也没办法去住 住不了 我现在 烧的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 现在 现在虽然说也烧那么多 但是不能倒下 我倒下了一家子 大人小孩怎么整 没人看 而且现在也是躺着床 肯定都起不来 吃东西都是给他拿过去 那个我儿子也是今天也开始留 比赛了已经 我女儿现在三十七度多 一家子几个都已经这样子 老妈就交给大哥去照顾了 没办法 我照不过来 我楼上楼下的跑道 我也受不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晕 晕头钻向了我现在